白色轿车踩缸通过 不到十秒 右侧突然掉下大量碎石 大大小小瓷砖 从天降砸落地面 现场瞬间扬起大片尘土 衬衫男子下的急忙逃命 烟雾瞬间遮住视线 惊天巨响 阳台铁窗遭拉扯变形 冷气瓷砖摇摇欲坠 就怕诱导他 关爱之家来庆生的小朋友 老是牵着警销人员抱着 紧急撤离 附近民众听闻巨响 跑出来一看全吓坏 烟雾弥漫 整个重力往下 二楼的围墙一起掉下来了 现场一片狼藉 大量瓷砖变形崩落 覆盖路面 停在一楼的两部汽车 车顶凹陷变形 被砸成废铁 19号中午一点多 台北温山区新龙路 再新社区 顶楼的L型女儿墙 瞬间崩裂往下坠 连带二楼的阳台 也被砸毁 重极地面 买的时候 不觉得怎样过了一年多 发现有规裂 很多规裂的问题 整栋建筑 50月35年 疑似年久失修 去年就有盛水剥落 八个月前 鉴定后就想修复 但一直找不到包商施工 再加上碰上梅雨季 原本预计下周 再开会找人来标案 但没想到就发生 崩塌意外 台北副市长黄珊珊 斗场处理善后 表示会先安置 原来的骑虎居民 等监管处确认结构安全 才让他们回家 老旧建筑出问题 迟迟没改善 酿大祸 索性坍塌 他瞬间没人经过 才没有造成更大伤亡 记者吴俊伟彭新美 台北报道